八百三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三大公布享受 2015年5月27日小公園B21彩屏書 非人類和其他動物的最大分別是人類懂得享受、 需要享受、愛享受、其他的動物 吃東西只是為了生存和活命 餓了便到處尋找食物 飽了就不再吃東西 好比紀錄片類的不極紅 因地球軟化 北極氣溫不斷上升 造成北極海洋冰層溶化 北極紅的活動範圍不斷縮小 他們越來越難找到果福的食物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北極紅 我格,只可憐它是四處尋找食物 經常在失望中徘徊 專家說他們我風了的時候 對人類是很危險的 可是一旦吃飽了 對人類就沒有太大的威脅 人類可不是這樣的 我們吃東西不會只是為了生存 我們享受食物的美味 食物的精緻 我們吃東西不僅僅是需要 還是一種享受 我們專挑技好吃又吃不飽的食物來吃 還便好我參與 再說交配 動物交配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為了繁殖下一代 人類當然不同了 人類不會是要懷孕才性愛的 性生活是夫妻生活很重要的一環 誰都曉得人類一直在享受性愛和性生活 動物的頭腦簡單而人類的頭腦極為複雜 人類如此多要求和高要求 這種享受生活的慾望其實是強大的動力 推動了經濟、科技等方面向前高速發展 當然也有了很大的副作用 那就是我們將地球的資源用光耗盡 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